韋翰在廣播節目訪問柯文哲的時候 柯文哲講到很多方方面面的事 包括他當場邀請黃北哲當這個 黃韋翰 對不起 黃韋翰當這個NCC的主委是不是 他邀請你當NCC的主委 不過一開始他說 可以來當新聞局局長啦 可是柯P可能不知道 新聞局廢了好久了 十幾年有了 來 韋翰 那個黃國昌事情是這樣 因為當事人兩位我都很熟 跟柯文哲跟黃國昌 黃國昌他多次的 包含在他的節目我當他來賓 在我的節目他當我來賓 他就說韋翰我不想再當立法委員了 不是當不上 也不是沒機會 而是他覺得他已經當過立法委員了 他現在成立一個台灣公益 接避暨劑吹燒者保護協會 他是理事長 所以前一陣子IMB發現他的資料特別多 所以他認為呢 他當法務部長才能夠 將台灣的這些不公不義 以及犯罪一網打盡 他很想當法務部長 但是他對於當立法委員沒有太大的興趣了 所以柯文哲是 我也跟他confirm是不是想要有找黃國昌當 如果他找了黃國昌找黃珊珊 對台灣民眾黨的不分區的 這個名單來講的話 看起來是有號召力的 因為喜歡黃國昌的人有很多 討厭他的當然也有 你看像剛剛有人就罵他或什麼 可是支持黃國昌的 支持陳知翰的 支持黃珊珊的 你把他擺進不分區名單 就台灣民眾黨想要巴喜 看起來就不是個夢想了 但是黃國昌他不要嘛 所以後來才變成說 他不然當法務部長 那黃國昌昨天等於是說 其實他也有在考慮這件事情 並不是說柯文哲會當選或不當選 而是說他們可能在那個合作 到底是去做法務部長 還是去做這個就是不分區立委 他們還可以做個討論 但是想要當法務部長 他必須有聯合政府 柯文哲要當選才可以 可是當不分區立委的話不需要 因為他只要提名排第一名 或第二名的話 基本上就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他會進到立法院的 所以就是他們之中的這個選擇 可是你的廣播節目的廣告時間 柯文哲親口邀請你來當NCC的主委 你答應了嗎 廣告時間就是大家聊天 聊天就是 不算了 就是隨便講講 對這根本就 我不知道這今天就要從我們討論 題目這完全不需要討論的事情 因為我不可能去擔任任何的公職 也沒有這個能力啦 所以這個既然主持有問我 我就藉著我們戰情室跟大家講 這個不用再來訊息問了 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很熟識的老朋友 不可能的啦 我也沒有資格做這個事 這個當官員 但而且柯文哲因為我認識他很久 他還沒有去選台北市長 我們私下就認識了 所以他等於是廣告時間 跟我這個開開玩笑 你說慶差公共而已 沒有啊 他當然會覺得說 因為我是媒體人 他就往那方向想嘛 他現在需要秘財啊 到處都要拜託人啊 但是不是個嚴肅的命題 民眾黨可能人才股不夠 人才不夠多 不過我記得這個 柯文哲 那當然是人才 可是不夠多嘛 如果你拿下了中央執政 中央政府的話 你有很多很多的位置 我補充一個新聞 政治局網站 臉書啦 剛剛貼了 哦原來不支持民進黨 就是共青團 我現在宣布我支持賴清德 這一頁 剛貼出來 這個蠻聰明的 他說他宣布支持賴清德 所以他們到底是不是 共青團 狹下的北京青年報的一個組織 到底是不是啊 他可能有發言的自由啊 不管你說 香港領域算是什麼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